美國被阿桑奇揭發,阿桑奇是誰呢?是一個澳洲的記者 他揭發了很多,在維京解密那裡揭發了美國很多的醜事 跟著他就走去英國 走去英國之後,現在最新的發展是什麼呢? 英國的內政大臣彭代令,剛剛簽署了引渡令 批准將維京解密創辦人阿桑奇引渡到美國 以面對間諜罪的指控,阿桑奇就有14天時間上訴 其實英國的法院在今年4月已經裁定了 阿桑奇是可以被引渡到美國 內政部就說,法院沒有發現引渡阿桑奇是壓迫性、不公正或者濫用程序 亦沒有認為引渡不符合阿桑奇的人權 包括不得公平審訊和言論自由的權利 阿桑奇在美國期間將會得到適當的對待,包括健康情況 大家怎麼看呢? 我看到一個澳洲的記者 就創立了一個叫維基解密的 一個這樣的網站 從而揭發了美國在全世界的很多醜事 然後他去到英國 首先曾經去過阿瓜多爾的大使館,躲起來了7年 後來呢,阿瓜多爾都不補他了 然後他就被英國的警方拘留一直監禁到現在 監禁到現在呢,終於呢 英國的內政大臣彭代令和英國的法院 就是裁定了,決定了 阿桑奇將會被引渡到美國 受審 說就說會保障他人權、保障他健康情況 大家會不會 當英國真真正正接收了阿桑奇 審訊他的時候 會怎麼對待他呢? 會不會真的受到公平的對待呢? 美國指他是間諜 揭發了美國那麼多在全世界的醜事 美國會怎麼對待他呢? 美國和英國一直都經常說說自由民主、人權、新聞自由 現在這個記者就以新聞自由為基礎 揭發了美國那麼多的醜聞 為什麼英國和美國最終都要把他 首先拘捕了他 然後合作 然後終於英國的法院裁定要送他回美國受審 這個時候我們先看看 在我的免書找到一個 我們香港的記者 寫了 究竟阿桑奇 揭發了 美國什麼的醜事 他是列了其中是10樣主要的醜事 第一就是揭發了 美國在古巴有一個叫做關塔那摩灣 這個叫做關塔那摩灣的區押中心 那他們就是 有些囚犯就是紅十字會那裡抓回來的 一些囚犯 Prisoners from Red Cross 什麼紅十字會會抓囚犯的嗎? 這個我真的不太知道 紅十字會不是捐血救人的嗎? 為什麼會有囚犯被他抓了 然後運到古巴靜靜地去 囚禁在這個古巴的 監獄呢? 這個是古巴監獄 但是他是美國 屬於美國是海軍基地的一個區押中心 好了,第二點 就是原來為什麼 還要補充一下 為什麼要送那些囚犯去這個監獄呢? 原來 當你把那些囚犯 監禁在美國的境外的監獄的時候 就可以避免到美國的聯邦法律 對被關押的人呢 給予人權的保護 就是說呢,美國如果想把某些囚犯 特別啦,當然身份比較特別啦 不讓人權保護他 不會觸犯到聯邦法律 因此不會觸犯聯邦法律的話呢 就會送去這個古巴的監獄 好了,那阿桑奇又揭發了什麼呢?揭發到 伊拉克平民死亡 起碼呢 被這個低估 最少15000人 那麼就另外呢,第三呢,他就說呢 阿桑奇就有一些片段顯示呢 8964的時候,天安門是沒有死人 那麼就另外,第四點呢,就是 NSA 美國國家安全局 就對最少對三任的法國總統呢 曾經進行間諜活動 那麼另外呢,美國 也是向這個德國的總理,前總理啦,現在就變成了密克爾 那個電話呢 就曾經錄音 第六點 那麼 阿桑奇就負責給這個斯洛登 的香港的機票和酒店,因為斯洛登又來 另一位呢,揭發 美國 CIA,這次就是安全局 以及呢,美國安全局的一些醜聞的 重要人物,斯洛登 那斯洛登現在就是 在俄羅斯接受 他現在去了俄羅斯啦,接受一個 就是保護啦 第七點 第七點就是 美國國家安全局曾經呢 對日本政府進行鑑定活動,包括三靈集團,三井集團 跟著也都是有片段呢 證明呢,美國的 無人機 曾經是 襲擊也門 造成傷亡啦,當然 沙地阿拉伯曾經 給很多的現金去支持這個克林頓政府的基金 那也都有片段呢,顯示呢 美國的阿帕奇直升機 曾經呢 是 殺害平民 那樣 阿桑奇大致上呢,曾經揭發美國 政府的醜聞的一些重要的事項 那這個揭發事件呢,其實就是在 始於什麼時候呢,就是始於2010年11月 那當時阿桑奇陸續呢,就在他那個維基解密那個網站上呢,就發佈一些消息 那以前美國政府呢,就很震怒啦,就跟著呢 聯絡到國際刑警 就 弄了一條罪啦,就說阿桑奇有性罪犯,是性罪犯來的 那對阿桑奇發出國際 逮捕令啦,這個是找國際刑警幫手 2010年12月 那麼阿桑奇就去到倫敦 就向當地的警方就投安 那但是他就否認這個性侵的指控 那就可以獲得保釋啦,當時他於是乎呢,就趁保釋的期間呢,就進入了阿瓜多 阿桑奇的駐英國大使館啦,尋求政治庇護啦 好啦,一駐就駐了七年,到跟著 他是2012年6月進去這個阿瓜多爾大使館的啦 那住了七年,即是到2019年啦 那麼阿瓜多爾就不保他啦,不保他呢,就至於是乎呢 就倫敦警察進去阿瓜多爾,這個駐英大使館就拘捕 阿桑奇 然後將他一直拘禁在倫敦的最高級別 貝爾馬習監獄 那麼到現在,那麼終於呢,2019年到現在都是幾乎接近三年啦 那麼就現在英國政府 以及內政大臣決定呢,就將他送回美國啦,那麼大家 可以見到呢 美國的,第一他在全世界做他的醜事啦,第二呢,當有記者揭發他的醜事之後呢 他就不會理人權的啦 那麼,聯同英國政府呢 一起呢,將這個阿桑奇呢,將會是被送回美國受審 那麼大家也都要密切注視,我希望也都全世界的 媒體 記者,都是 一定要繼續監察著 阿桑奇去到美國之後的 所受的對待 要確保啦,美國政府真的要尊重 阿桑奇的人權 好,這是第一點,今天跟大家分享,第二點 第二點就都幾 得人害怕的,怎樣得人害怕呢,就是 剛才我先說說比特幣 已經跌破,跌到一萬八千多,最新又不是的,原來呢 過去二十四小時最低是見一萬七千六百零一 一萬七千六百零一 什麼概念呢,我可以告訴大家呢,就是 其實比特幣最高峰呢,就是六萬八千 你看看,現在是六萬八千,是甚麼時候,我看看有沒有那個圖 對了 六萬八千,還在說應該是去年年尾的事 六萬八千,這裡是七萬啦,要六萬八千 那就是說 短短半年多一點 這個比特幣就由六萬八千跌到去 昨晚,昨天最低一萬七千多 這個比特幣,跌了五萬 哇,真的都,都真的挺恐怖的 因為就是這樣看過去那兩個星期呢,你就更害怕 因為兩個星期前呢,在說 六月一號,六月初呢 都還有三萬二千 六月初三萬二千,現在六月十幾號而已 只剩下一萬七 就是跌了一萬五千 跌了接近五成,四成幾五成 哇,糟糕了,如果你用花錢,炒花錢的,或者借錢買的 那你不是輸了身家 是不是 喂,就算你這麼聰明 我當你二零一 不要說之前啦,你二零一七年開始炒比特幣 是說我這個星期啊,你一千三萬五成,你買的 只要你持有就行 沒有錯的 因為你二零一七 到二零二 一二一年尾啦,應該這樣說啦,過去那 七八九,過去那五年 跌了買,然後有實力擋 持有的話,你就已經發載了 但是呢,當然啦 整個這樣的 大浪結束後,我看已經結束了 你看看,幾百幾千開始升 2017一個大浪 幾百升到兩萬,大家很興奮 2019年跌到三千 再一輪,2021年就爆上去 我記得當時2021年,我寫了一篇文章 我說,你現在穿了新高,是沒辦法的 你一定要跟風,是可以買的 我當時建議大家去買,二萬比較鬆 幾個原因,為什麼呢? 因為整個氣氛就是炒供求 炒供求,當那個需求突然間有,一窩蜂開始刺激 而供求是有限,沒有人發覺你都要 如果你要希望賺點錢,你就跟風買 當然我不是太鼓勵,但我指出為什麼我認為當時比特幣會升 當時是二萬比較鬆 如果你真的想踏上最後一輛車,你可以買 結果,我建議大家買完之後,就升到六萬四 六萬四 我建議大家,差不多了 如果是六萬四,回到六萬一 還不可以嗎?賺到三萬幾 我可以提議大家,麻煩你六萬一 收割,走人 然後我不懂看 其實之後,我完全沒有寫過任何文章說比特幣 因為我不懂,我只知道水味 但我猜不到它能下三萬點,再炒到六萬八 這個真是恐怖到,我真是很害怕 首先,我大概很快就說一下,為什麼我當時 這裡兩萬幾個月,大家買了 第一,它的供應說是二千一百萬個幣,不會再有 現在大概是有,已經是出了一千八百萬 還有三百萬個幣,它就分段出的 可能每年,每一季都出少少 你通過挖礦機去挖 好了,第二,就是有些公司 就是接受了比特幣支付 當然馬斯克曾經說過,他會接用比特幣 我收你比特幣,你可以買Tesla 後來當然反腐 第三,有些公司就開始,甚至乎保險公司 他們說我要在資產分配,放幾個百分比特幣 你想一下,保險公司是 他們是比較要穩陣的投資 竟然他都說,我也要買幾個百分比特幣 你想一想,你比特幣的市值 現在是多少?市值,我看看 三千多億美金,就是兩萬多億港幣 如果真的要炒高它,有些人買幾個百分比特幣 他們的資產分配,你其實都少少的 就是一個這樣的,一間公司 和十間公司或一百間公司 每間公司都開始說買,要買 你想一下,考驗是多少 就是兩萬多億,是不是很多錢 整個市值,其實在全世界的 整個金融市場來說,又不是很多 所以你看到一個需求在這裡 還有,有些支付媒體,例如PayPal、Spotify 都開始接受比特幣做一個交易的渠道 好了,第五點是什麼? 開始很多的Apps,很多交易所 幸好它叫平台,很方便的平台開始上市 開始是你可以用,一般人都可以用Apps去賣 以前我們投資菲律废 如果你說17、18、19很不方便 如果不然怎麼會這麼多人被人老套 拿些現金交收 甚至乎去商場那些機器拿錢 現在不是的,整整一下發展到是 有幾個因素就促成了由2萬 狂爆到6萬這一浪 所以當時我都跟大家說,都要買的了 如果你真的想搭尾班車 好了,接著就炒到6萬多張 我就說我不懂看了 大家6萬一估了 然後落到3萬,我也沒有叫人買 我不懂的,因為 因為再上6萬8,這一浪呢 為什麼呢?我還要解釋6萬8這一浪 這一浪呢,我可以說這個是馬斯克效應 為什麼呢?馬斯克呢 首先他說他自己的Tesla 投資了比特幣 投資了十幾億 是不是?應該十幾億 是的,OK 詳細多少億,我一數字 稍後再找找找找不找到 總之呢,這個3萬至6萬8 或者其實是這一浪,這一兩個大浪呢 其實有些是名人效應的 因為大家開始看到有其他幣出現了 以太幣啊,九九幣啊 馬斯克就是,他投資了2021年 投資了15億美金 大概4萬4千個比特幣 那他的價錢呢,他應該買入價錢2萬 2萬多的應該 我不知道他放了沒有 去年年尾 看過年報,特斯拉還有的 如果他沒有放,現在也很麻煩了 都開始輸錢了 跌到了17000、18000 那名人效應 當時那個高峰是什麼呢? 馬斯克就說,他投資了一個柴犬幣的相片 然後大家蜂擁去買柴犬幣 一天之內就升了12倍 但是柴犬幣呢,就是無限量供應的 那當然馬斯克應該都是這個浪 賺了不少的錢,可能都是以億計的美元 那當這個名人效應出來了 剛才我所說的那幾個因素 那還有一個因素的就是 其實在這位,為什麼我6萬1 我叫大一姑呢? 就是因為這個交易所 Coinbase 我這幅圖就在CoinDesk 其實一個叫Coinbase Global Exchange 交易所 他就在美國上市 那我就說交易所都上市了 真的差不多 那我就在那裡說 那我立刻找回 其實呢 荷蘭1637年的屈甘香泡沫 其實跟現在很相似的 有幾樣東西的 第一,資金泛濫 那當時荷蘭很威風的 阿姆斯特丹 他就是在 當時呢 荷蘭是對抗西班牙獲得勝利 那時候荷蘭是很威風的 那時候,所以是有錢的 還有呢 阿姆斯特丹呢 當時拿了葡萄牙呢 就是荷蘭在葡萄牙手中 拿了香料貿易生意 所以阿姆斯特丹比較繁榮 就是有錢的 那開始呢 就是你看到 其實現在也是的 現在全球化 金融市場 資金泛濫 首先第一 你要有錢才能動這些投機東西 第二就是供求 那供求呢 原來當時屈甘香呢 很難開花的 原來呢 有兩種方法 一種是種子去培育 那可能需要三至七年的時間才開花 另一種是用球根 球根就培育 就製出這個 由沒有球根製出的紫球根 那也是需要時間去開花 那看到呢 供應就短了 如果突然間有需求 買這個種子買這個球根 就是對屈甘香這個花的需求 那就是供應問題了 跟現在都相似的 那第三就是 原來屈甘香開始有很多變種 出了一些什麼叫做 李佛金提督 水師提督艾克 總督 大元稅 這些變種 那現在像不像呢 以太幣 99幣 這些就變種了 穩定幣 Luna Celsus 高利息這個網站就變種了 NFT就變種了 NFT也要用以太幣去買 是吧 那好了 很相似的 那接著就是投機分子加入了 當時呢 就是吸引了大量的荷蘭的投資者 有錢的人 甚至乎開始沒有錢的人 平民都炒了一份 像不像呢 現在我們現在看到有錢人 有錢人去買 平民呢 香港的 我認識很多香港年青人 大學生都買的 那麽 都買了幾千元 那麽 都買了幾千元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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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買了幾千元 那麽 就突然报社了,就是1634年开始,就玩到1637年,三年 屈金香那个价钱就是跌了99%的 这个就是 慈名中爱,历史上一个最大的泡沫,17世纪 1634,1637,屈金香,河南屈金香的泡沫 那现在比特币 去到21世纪2000年 炒了多久的,比特币正式来说,炒了都五年了 我计算大升开始了,不要计算之前了 炒了五年 这个浪呢,我想这次正式式,都应该终结了,你想想 跌下来这里 按道理,3万应该有支持 看看长远的这个图 3万应该有支持 没有 不断穿下来 穿下来,2万应该有支持,因为是2018年高位 这次也没有 那已经直插去万七万八 那都挺恐怖的,你说去到多少,我真的不知道 当那个杠杠比率减退 当大家知道 比特币背后是没有资产 支持 当股神和芒格 他的拍档多次 对 比特币 是表示 是质疑 比特币 他说他不明白 他不明白 为什么一个可以贫空想象的金融产品 可以由人家的手中 挖走了几十亿美金 他说他不太明白 巴菲特也都说 比特币是一个没有生产能力的资产 他的价值就是取决于下一个人用什么钱帮你买 如果现在你说值17000元 不要紧 那下一个价钱是多少 可能是2万 为什么 因为有个人愿意用2万帮你买 不代表这个币真的值2万 只不过有个人愿意接货 那这些人的接货 亦都可能是受很多因素影响 刚才我所说的 有几个因素 那最后 都是说 金融市场永远都是有高风险 有低风险 大家选择高风险 选择用一个贪婪的心态去 希望可以拿到短期一个高的利润 高风险之下 拿一个高的利润 这个是大家投资者是自己决定 我只可以说一句 不要借钱 用你自己的钱 输了算数 那也是 简单来说 没那么大脚垃圾 大家都知道 虚拟货币背后是 支持他们的资产是什么 是零 不同你买一层楼 你买一层楼可以收租 你可以住 你买比特币 背后的资产是零 又怎样 稍后 不懂我